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幫助大家快速的overview 一下 Arama Krishnan 那本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的 Chapter 2 跟 Chapter 3 好不好,那這個主要討論的是 ER Model 跟 Relational Model 基本上就是討論 你要怎麼樣去儲存你的 Data 或是怎麼樣去 Model 你的 Data 就是你的 Data 到底要長的是什麼樣子 在你的 Database 裡面 OK,好 好,那在這邊我們要先澄清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常常講 Database 好,那你看到有些書在講 Database System 或是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好,那這個要區分清楚 因為我們在修 Database課,對不對 好,那我們講一個 Database 好,那基本上講的就是 A Collection of Data Store in Computing 所以 A Database 其實就是一堆 Data OK,好,不是講的是 我們常常聽到的像 MySQL 或是 PostgreSQL 不是的 Database 指的是那些資料存在 MySQL 裡面 好,的那些資料,那叫做 Database 可以嗎?你在 MySQL 裡面 你可以 Create 好幾個 Database 好,那一個 Database 去用來存這個 學生資料 比如說如果我們今天 implement 一個 這個 下屋資訊系統 你可以一個 Database 存學生資料 另外一個 Database 存這個老師的資料 whatever OK,然後你可以把老師跟學生資料 放在一個系統 放在一個 Database 裡面 OK,可是那個系統呢 我們通常叫做 DBMS 也就是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OK,所以 MySQL 是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或是簡稱 Database System OK,就是 DBMS 好,所以這邊要區分一下 好不好,就是 Database 是 Data 好,那 Database System 或是 DBMS 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MySQL 啦 或是 PostgreSQL OK,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你要怎麼樣 Store 一個 Data 在你的 Database System 裡面 OK,那換句話說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定義 什麼叫做一個 Database OK,好,那通常是這樣 我們在寫 Code 嘛 我們都是程式設計師 所以我們資料的這個需求 儲存的需求呢 通常都是從這個 我們寫 Code 的過程中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在寫 Code 的時候 你的程式資金資金 原本的這些 Variable 啦 不管是 Local Global 基本上都放在 Memory 裡面 對不對 好,那有時候有一個需求 就是那我要開始 要開始有 Persistent 需要開始就是 要儲存資料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我要怎麼把這一些 在 Memory 裡面的 這一些 Variables 好,那轉換程式 可以放在 Disk 上的那一些資料格式呢 好,那我們就想想看 我們在這個 Memory 裡面有哪些東西 好,那在一個 Object Oriented 的這個 Programming Language 裡面 好,你的資料 在 Memory 裡面的這些資料 好,就是你在這個 寫程式執行的過程中 你的資料無非就是那些 Object 對不對 好,那還有什麼 還有那一些 Object 跟 Object 之間的 References 來,好,那這些東西你當然希望存的不是存一些 Object 你還要把那些 Reference 也存起來 那相信你在 Load 的時候 你才可以 Load 整個 Object 還有它所有的 Reference 對不對,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OK,好,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這些 Object 的格式 基本上是由所謂的 Class 來定義的 對不對,或者是在 C 裡面沒有 Class 那就是 Struck 來定義這些格式 可是這些格式 當然幫我們定義了這些 Object 之後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把這些 Object 存起來 對不對,不管它格式是什麼 然後它的 Reference 我也要存起來 好,那怎麼存呢 好,那,所以這邊呢 就是在 Database 我們要解的問題 也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要探討的問題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Store 這些 Object 跟 Reference 盡可能的就是直覺的 那不要有太多的邏輯的更改 那很好設計 那就可以把你這些 在寫 Code 的時候的這些 Variable 跟 Variable 之間的關係 把它存起來 好,那這邊就要介紹一個觀點 就是 Data Model 那有各式各樣 Data Model Data Model 就是說 By Definition 基本上它就是告訴你 就是說一些方法 或是一些 Structure 然後去儲存你的 Database 在一個 Database System 裡面 那最常 你最常聽到的這個 Data Model 大概就是 ER Model 跟 Relational Model 那如果你是在一個 Relational Database 裡面 好,那我們說什麼是 Relational Database 呢 就是如果今天一個 Database System 它 Support Relational Model 的話 那它就是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可以嗎? 好,所以 Relational Model 其實是很重要的 好,那 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學 Relational Model 就好了 還要多學一個叫做 ER Model 呢? 其實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就是說 你如果直接從你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些 Variable 直接轉成 Relational Model 的話 好,那對初學者來講呢 可能 跳的這個步驟有點多 就是說 Relational Model 跟 ER Model 之間的 Gap 有點大 不是那麼的 像 那你中間可以藉由先轉成 ER Model 好,那 ER Model 呢 就還蠻像 Programming 只是多定義了一些東西 要你多釐清一些東西 然後 ER Model 呢 你想完了之後 你把它轉成 ER Model 之後 你就很好想成 Relational Model OK 好,所以 就通常這個 最終你是希望把你的這個 不管是程式啊 或是你自己想要儲存的東西 把它變成是 Relational Model 這是我們的希望做到的 但是有時候那個 有點難想 尤其是對初學者有點難想 那所以需要一個中介的 ER Model 幫助你做這個 Transition 那當然對於一個比較有經驗的這個 Database 的設計師來講 那通常的話 其實就直接就是我們就想 Relational Model 通常我們在設計一些 Project 的話 你做過幾次之後 其實我們就直接想 Relational Model 所以 ER Model 只是一個中介產物 可有可無這樣子 好,那既然我們是第一次討論這個東西 或是可能不是太熟 那我們還是介紹一下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是 ER Model ER Model 的 E 就是 Entity R 就是 Relationship 就非常簡單 它基本上 就是試著去幫助你把 OOP 想清楚一點的概念 那想清楚一點的話 你就比較好轉成 Relational Model 基本上就是這個概念 那什麼是 E 呢 其實 E 就是你的 Object 就是 Entity 就是你的 Object OK 那這些 Entity 呢 它強迫你一定要把所謂的 Attribute 想清楚 OK 那什麼是 Attribute 呢 其實就是我們 Object 裡面的那些 Field OK 可以嗎 比如說你這個 Object 然後它是某個 Class 的 Object 那這個 Object 呢 那這個 Object 呢 有兩個 Instance Level 的 Variable 好 那 那個兩個 Instance Variable 的名字 就是那些 Attribute 可以嗎 好 就把這個東西想清楚而已 好 那什麼是 Entity Group 呢 Entity Group 很簡單 就是 Class OK 就這麼簡單 因為不管什麼樣的 Object 如果它同一個 Class 的話 它的結構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這就是 Entity Group OK 那這個 ER Model 呢 要你多想一點 就是 它要你 額外定義這個 Class 說 哪一個 Attribute 是 所謂的 ID Attribute OK 就這樣子而已 OK 那有時候在我們寫 Code 的時候 我們不會特別去定義 ID 對不對 因為那個 ID 呢 可能 你不見得會用到 好 那這邊呢 ER Model 就要你說 除了你那些 原本的 Attribute 以外 你在設計你的 Class 的時候 你試著多加一個 Attribute OK Such that 讓你這個 Class 裡面的 每一個 Object 就是你這個 Entity Group 裡面的 每一個 Entity 都有一個 獨一無二的 ID Attribute OK 所以你就可以 比如說 像我們通常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那就是 加一個 ID Fill 在我的 Object 裡面 對不對 然後每個 ID 那個 Fill 裡面 它就是一個 比如說 Integer 那或者是一個 Long 那它永遠是 Unique 那這樣就可以啦 OK 所以這個也不難 那再來是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 我們在這個 OOP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會有 Reference 對不對 那從這個 Entity 連到另外一個 Entity OK 這個 Entity 呢 連到另外一個 Entity 可能是 一對一的 也可能是 一對多的 也可能是 多對多的 OK 但是在我們的 這個 Call 裡面 通常都是 那個 Reference 那就是代表這個 has a Relationship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的是 這個 Object跟 U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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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a可以reference到b 可是是好多不同的b OK b的class但是是好多不同的b的object OK那這個就叫做1對多 可以嗎 那如果你今天是 a可以reference到好多b 的object不同的object of the same class 那b的每一個 instance或是每一個entity 也可以reference到好多a的class的object 那這就叫做多對多 可以嗎那你就是只是 要你去把這個想清楚而已 就是不要只看單一的reference 因為單一reference有時候看不清楚 那你要 藉由看看分析a跟b他們之間reference的關係 然後去把這個multipplicity 也就是 到底是1對1還是1對多還是1多對多 定義清楚 OK這個通常也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設計剛剛講的效物資訊系統好了 OK那你今天要 設計一個class class 叫做student 那你需要設計一個 這個 這個 class 去代表的是 department 好不好 好那我現在問你 department 裡面的每一個entity 就代表的是一個系 對不對 比如資工系 或者是數學系 或者是物理系 那每的這個student 這個entity group裡面的每一個entity就代表一個 student object 就是一個學生 對不對 學號是00001 OK 好那我現在問你 這個student 跟department之間的關係 是 哪一種關係呢 一對一 一對多 多對多呢 你說如果今天我的城市裡面 我常常需要 去查這個student 到底reference到 哪一個 department OK 到底是哪一個屬於哪個department 那這邊你就有個reference 就是從 這個student 那reference到department 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在寫code的時候 我需要從 department 去查student 對不對 好 那department我需要查所有的student 對不對 要把一個所有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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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有一個 reference 從一個department 的這個entity reference到很多student 對不對 好所以你可能會在 這個 department object裡面 存一個array 好那這個 裡面的每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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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reference reference 不同的student 好 那你就會知道 這個呢 其實 就是什麼 就是 多對一的關係 就是一種一對多的關係 對不對 因為 一個 student 只能屬於 一個department 可是 一個department 可以有 多個student 對不對 老師不對 因為一個student 可以雙組修 這樣 好像是我們不考慮這個case 如果他可以雙組修的話 那就是多對多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case 比如說同樣是交流證據 那我要 看看 修課 我要看 課 跟學生 這兩個 entity group 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有很多學生 那我有 很多課 對不對 那 每一個學生的entity 就是一個單一的學生 比如說一個學號 代表一個學號的 一個學生 這樣子 好那 那 課 課程的話 我可以有 每一個entity 就是 課的entity 就是一門課 這樣子 比如說database 好 那 我現在問你就是 那 課 跟 學生 之間的關係呢 是什麼關係呢 啊 課跟學生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是 一對一 還是 不可能是一對一嘛 對不對 是一對多嗎 還是多對多 好 那很有可能是多對多 對不對 因為 一個學生 可以take 很多課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在寫學生的時候 你會有個array 存放 他修了哪些課 對不對 那一個課呢 當然可以有很多學生 所以這就是多對多的關係 OK 可以嗎 所以 你去從這個 從你原本在寫code的那個model 那 ER model 你會知道他只是多定一些requirements 那把你的這個model 想清楚 把OOP的這個model想清楚 這樣子 就好了 OK 那想清楚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 就可以 很快速的把 你想清楚的 這樣子的ER model 其實就是一種 比較完整的 OOP 把它轉換成 relational model OK 好 那為什麼要把它轉換成relational model 好我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relational model 那relational model基本上就是 一種ER model的implementation 實踐ER model的方法 那他用的方法非常簡單 他就是不斷的利用table 跟table跟table之間的link 然後來表達各式各樣 一對多 多對多 一對一的relation OK 然後用table本身呢 代表的是 一個entity 或是一個relation OK 那這邊的話 常常會confuse 我們剛剛在上一頁講 ER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討論 這個 entity 和entity 之間的relation 對不對 好 然後到了 relational model 的時候呢 這邊的relation 跟 ER的relation 講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這邊的relation 講的 叫做 table 好 這個table呢 可以代表 entity relationship 就是ER model 裡面的 either是 entity group 或者是 relation OK 所以這邊 命名的時候很confusing 就是人家學生就是因為這個名詞的關係 就 以為是兩個relation 是一樣的 就 就想的很複雜 這樣 可是沒有 沒有 你就 你在relational model 你把它想當成是table model 好不好 那為什麼要叫 relation 為什麼要取這個很奇怪的名字 那跟ER這邊 這個 重複了 而且代表不同東西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兩個是不同的人發明的 這樣子 如果同一個人發明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知道意思嗎 好 那不管 你就 在這邊我們在講relational model的時候 就把relation 想像成是table就好 好不好 那 ER裡面那個R 就真的是 entity跟entity 之間的relation 或者是 OOP裡面的reference 那這樣就比較清楚 好不好 但是我們還是有時候會講relation 還是會用relation 代表table 因為這是 在database 裡面就是這個 就是常見的數字 這樣子 好 OK 那 用table 來代表 Either是 Entity group 或者是relation 有什麼好處呢 那如果你可以成功的把它轉換成是 所謂的table model 或是relational model 那一切的一切都是table 所以我在implement database的時候 就很簡單 我就只要focus在 table 的操作就好 OK 所以這個會大幅的簡化 你在implement的cost OK可以簡化你的data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你也可以簡化你處理query的 這個 complexity OK 那我們 下一個章節馬上就會看到 我們如果有table 我們只focus在table 那我們可以怎麼讓query的處理 變得比較簡單 比較unique 比較unified 好 OK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先focus在到底relational model是什麼 我們就看實際上一個例子 好那這邊在看 在我們講這個relational model之前 這邊稍微 注意一下 note一下 就是 這個relational model 給你感覺好像是說 從 OOP 要把它轉換成relational model 所以這個relational model的感覺好像 那就是data base怎麼存 Store 對不對 其實不是 relational model其實還是 是logic的 他並不代表 這個table真的怎麼存在 你的這個 disc上 其實存在disc上 他還會從relational model 再做一些轉換 轉換成是physical model 就是真的 會適合你的disc 因為 有時候你是存在SSD 有時候存在disc OK 那disc跟SSD 的物理性質不一樣 OK 那這個時候呢 同一個relational model 真的存在上面的時候 設計也應該要是不一樣 這樣才會達成 比較高的效率 那這種我們叫做 physical model 那通常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不會討論到physical model 好不好 那我們之後才會講到這個部分 那這邊的話呢 relational model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一種logical model 但是呢 它還是logical 它沒有告訴你說 你真的physical data 是怎麼存的 OK 但是呢 它是一個 比較好去設計 這個 query啊 或是比較好去設計 Database 這個system 的一個model OK 比 OOP 更清楚一點 OK 因為OOP有時候 非常的 sloppy 你不大 能夠明確的 定義 某些東西 轉換成是relational model 之後 在定義 在implement 在設計 Database 的時候 就會比較 明確一點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個relational model 好吧 假設今天呢 我們做一個 這個 好像剛剛講的 簡單的 這個效物資訊系統 好 那你可能會有 哪些entity呢 你可能會有student 這個entity group OK 所以你就看到 在relational model裡面 就是table model裡面 每一個entity group 就用一個 框框來表示 那我還有哪些entity呢 像 department 我們剛剛講過 對不對 好 那 這邊的話 我們把course 分成兩個entity group 一個是代表的是 課程 一個代表的是 哪一年開的 課程 OK 比如說 有一個課程叫做 cloud database OK這個cloud database 最蠢的就是 他的學分數啊 他是哪一個 系上開的啊 他的名字叫什麼 可是 每學期開的時候 可能老師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課綱可能也會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 Sections OK 所以一個課呢 可能其實不同老師 在不同年份開的話 他會有不同的 Sections OK 好 那基本上一個 效物資訊系統 你會看到的這個entity 可能就是 剛剛講的 Students Department Course 跟Sections OK 那這邊有多一個 這個table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他代表是relation 我們現在再來講一下 ER model的relation 好不好 我們看看這些entity 之間的relation 這個entity之間的relation 我們剛剛講student跟department 是 什麼 是什麼樣的關係 是 多對一的關係 對不對 就是student有多個 可以對到一個department 每個student 他的主要department 都一個 對不對 雙組就不算這樣子 好不好 一個department 可以有多個student 所以這邊有一個 你看這邊有個連結 多對一 對不對 好 那department跟course呢 Grounder就是一對多 一個department 可以offer多個course 可是每個course 都要只屬於 開在某一個特定的 這個department裡面 對不對 如果你算這個 通識也算是一個department 的話 那每一個課 都一定要屬於 某一個department 對不對 它是 一對多的關係 那course跟section呢 一對多嘛 對不對 一個course可以有多個section 可是每個section 只能對應到 一個course 每一年開的 那個資料顧系統 他的課都叫做資料顧系統 對不對 好 這邊有個有趣的 那這兩個東西 student跟section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這我們剛剛講過的 是多對多的關係 對不對 student 一個student 可以enroll在 很多section 他可以修好幾門 今年的課 對不對 那 每一年今年的課呢 都可以有多個student 對不對 好 那照理說這邊應該畫一個 多對多的線 在er model 可是在relational model 裡面呢 他把它轉換成了 一個 這樣子的table 這個中介的table 然後 他讓這個中介的table 去跟student 是多對一的關係 然後讓這個中介的table 讓他跟section 是 多對一的關係 OK 所以藉由這個中介table 那student跟section 就間接的 可以達成 多對多的關係 OK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中介的table 那這個table還是 就在relational裡面 relational model裡面 他的名詞 還是叫做所謂的relation 知道意思嗎 他還是relational model relational model 其實是table model table呢 同時你看到了 他就是 他同時可以代表的是entity 他也可以代表是relation 如果那個relation 是多對多的relation 他就藉由一個中介的table 代表relation 那就可以把這個 跟這個的多對多relation 表示成 兩個 一對多的relation OK 可以好 那你看 這個table 他的名字叫做enroll 他名詞就跟這個不一樣 他代表是一個動詞 對不對 student enroll in self 他代表是動詞 student這邊都是名詞 而且是附屬 代表是entity group OK 那可是這個是動詞 所以就知道 看到動詞 通常 我們都會這樣命名 就是 你看到動詞 就知道說 那這個其實代表是一個relation OK entity er裡面的relation OK 好 那 這個名詞叫做enroll 對不對 所以enroll 他可以有自己的attribute 比如說 到底是 哪一個student 哪一個 他得到的分數是什麼 這樣子 哪一個student在 哪一個section得到的分數 是什麼 可以嗎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來 介紹一下這個relation的model 他還是有一些要求 因為他要把你的資料定義得非常明確 不可以有ambiguity 好 那 這邊的話 我們大概知道了 就是說 一個table 或者說 在relation的model 裡面的一個relation 他可以表達 either是一個entitygroup 或者是一個relationship 對不對 好 如果他是多對多的relationship 的話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邊有一些要求 就是relation 每一個這個relation 或是table呢 他都必須要有 這個 所謂的field 或attribute OK 好 那 這些field 和attribute呢 把它當成是這個table的colum OK 好 那這個table的rows呢 就是 或者是 那一些entity 或者是所謂的record 或者是tuples OK 那就是 真的就是一個一個的student 這樣子 OK 好那在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relation model在畫的時候 我們通常只畫column 所以你現在看到 雖然這個rows呢 看起來是rows這樣 它其實不是代表的是一個 這個entity 它是一個colum 這樣子 但是我們畫在colum的話就 太長了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把它 把rows省略 然後把 這個colum 畫成rows這樣 所以你就看到這邊有四個colum OK student有四個colum 那每一個colum呢 在oop 或者在e 其實就代表的是一個 attribute OK 可以 好 每一個table都有 每一個table都有 都有自己的colum OK 都有自己的field 或是attribute 可以嗎 好那 這邊你會發現呢 這個有一些field 或是有些colum 它的下面有一個 一杠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叫做所謂的 primary key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在講這個rmodel的時候 我們會要你說你去分析 這每一個entity 的attribute 對不對 或是每一個 class 或是每一個entity group 它的定義的這個attribute 對不對 那 定義這個attribute之後呢 你需要定義一個 idattribute OK 好 那這個idattribute呢 就是 所謂在relation裡面就是所謂的primary key OK 這個primary key呢 不能夠 重複 就不可以有兩個student 他的這個studentid sid呢 是一樣的 這個理所當啦 因為你要把它當id 要可以unique的identify 這個student 對不對 那他也不可以是no 不可以 每一個student 都一定要有studentid 不可以有student 是沒有studentid 可以嗎 好那這樣子就叫做primary key OK 好 好 那你會看到student有一個sid department有一個 departmentid course有一個 cid section有一個sectionid 對不對 那enroll的話呢 這邊怎麼講好多個 好這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不好 那 你大致上的概念就是說 像enroll的話 基本上他代表一個relation 對不對 好他代表的是 某一個student連到某個section 對不對 relation 所以他其實可以 自己可以不見得要定一個 獨立的 的這個primary key 不獨立的什麼什麼叫做enroll id 他可以其實你會發現的 其實這三個東西 連擊起來 就會是 一定是unique 對不對 好就是 一個student id 然後 enroll到 一個sectionid OK 好 這個應該 這一行不需要 這一行不需要 這 這多打 就是 eid 其實 不需要 就是我只要student id 跟sectionid 跟sectionid 這樣子 這樣子 他就可以是一個primary key 對不對 因為不可能 有 兩個 一樣是student 然後一樣是sectionid的出現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 這個時候呢 我就定義這個 這樣子 是 一個primary key 就這兩個 這個把他槓掉 好不好 這個沒有 這個是一個primary key 那對database來講呢 他只要視為student id一樣 且sectionid一樣 就視為是 同一個record OK 可以吼 那 這樣我們就可以定義一個primary key 好 所以像relation的話呢 他就不需要 額外的 再去定 這個 自己的 獨立的id 他可以藉由其他的 兩邊的entity 他們自己的id 就可以組成 一個primary key 他可以有自己其他的attribute 比如說像 分數 好 那 我們剛剛看到在這個 這個relational model裡面 有這個槓對不對 這個多對一 多對一對多 多對一 一對多 對不對 那這個實際上是怎麼 這個這個線 寫在哪裡呢 其實在relational model裡面 沒有這些線 真正是沒有這些線 這些線其實是 怎麼存的呢 其實存在叫做所謂的 foreign key 你看 student 他會跟 department 有多對一的關係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多對一的關係 我們怎麼實現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讓這個student呢 每一個attribute 他的attribute裡面呢 每一個student都多一個attribute 叫做 叫做major id 然後這個major id的值呢 就指到某一個department的primary key 那這樣是不是你就間接的做到了 我讓每一個student 他都指到了某一個department 他都指到了某一個department 就完成了多對一的關係 對不對 而且我還可以知道 任何一個student抓出來 我都可以知道他對應到哪一個department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要implement這個多對一的關係 其實很簡單 我就在student裡面多加一個attribute OK 這個attribute呢 他有個特別的名字 就叫做foreign key 為什麼我叫foreign key 其實很好想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指到別人的primary key 的一個attribute 對不對 好 所以就很像是一個key 可是他是foreign 他是別人的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叫做foreign key OK 所以你可以看 這邊有個一對多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在多的那一方 像course這邊 多一個 foreign key department key 然後指到 department OK 這樣我們就implement這條線 可以嗎 好 那一樣的道理section也是 好 那現在的話呢 如果我要implement多對多的話 多對多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直接這樣implement 你不知道加在他還是加在他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知道為什麼我當時 這個relational model 要create一個中階產物 因為 如果我create一個這個中階的table的話 那我就可以讓這個inroll 同時 有兩個foreign key 對不對 就這邊 這個student ID 指到他 他就implement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多對一的關係 對不對 同時有個section ID 指到他 那這邊就implement了一個多對一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東西合起來就變成多對多了 可以嗎 就把它implement出來 那就直接存在這兩個 這個 這個table的這個 roll裡面的cell 我就可以implement 這個多對多的關係 OK 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要這樣做 所以實際上在database在看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有這些線 這要意思呢 他其實就是 一大堆 這些table而已 或是所謂的 relation 如果你用這個relational model的術語來看的話 就是relation 一大堆relation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叫做relational model 可以嗎 就是table model 就是一大堆table 這樣子 好 OK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個 我們這邊summarize一下 就是 你要存data 對不對 好 一個 常用的model就是所謂的relational model relational model 在存的基本上 他的概念就是把 把這個每一個entity group呢 都model一個table 好 那 column呢 就是 attribute OK 就是那個entity的attribute roll呢 就是每一個entity OK 那 每一個roll 都要有一個 primary key OK 好 那 這個 應該說 每一個entity group 都要有primary key such that 那每一個entity呢 他的那一個primary key的值 都不會是0 然後都可以unique identify 那個entity OK 那 relationship的話 就是 oop裡面的reference 或是er model裡面的relation 在table model 在relational model怎麼 implement 其實就是利用 foreign key 那 額外 稍微複雜一點就是 如果今天有多對多的關係的話 那就需要 一個中介的table 就像這個 enroll的table 然後 把多對多轉換成兩個 這個一對多 OK 然後分別 用 兩個foreign key 去存 那就做完了 可以嗎 可以吼 所以 基本上這個relation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就是一種 把這個 資料呢 就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想要儲存資料 對不對 多定一些東西 多定一些格式 讓這個資料變得比較 比較好存一點 然後最後就存了一大堆table 這樣子 OK 那有了table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會看說 那我們只會利用這些table 去answer query 或去做一些 transaction garantied 好 OK 那 在最後呢 我們介紹一個名詞 好不好 就是 schema 你常常聽到什麼什麼schema Define一個schema 這樣子 什麼是schema schema基本上就是 a structure of a database 就是一個database的結構 那如果你在relational model裡面的話 其實schema代表的意思就是 a collection of 這個colons of tables 可以嗎 就是 你想想看 一個在schema 就是一個database 如果是relational model的話 一個database就是一堆table的collection 對不對 那這些table你要怎麼樣去描它的結構呢 那就是column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schema就是 在relational model裡面的schema 就是每一個relation 這個每一個table 它的colour 的集合 那就是schema 可以嗎 好 所以 我們要說我們define schema 就是define table的colour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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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